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 我于今夜去世 白养了四个儿子 近日有封百字遗书 在朋友圈刷屏 是一位八十岁老母 写给四个儿子的 这封信之所以会刷屏 想必是有一定道理的 光看信中的几句话 已然戳中了不少人 儿子们 我老了 老到要看你们的脸色生活 作为母亲 我心存感激 感激你们对我的陪伴 之后 你们每一个人的脸色 都越来越难看 仿佛你们进的是旅店 而里面那个眼巴巴 看着你们的老太太 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我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 虽然我不吃你们一口饭 不穿你们一件衣 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 但是你们陪伴了我 就是亏欠了你们 老人表示 自从老伴离世后 几乎再也没有快乐过 八十岁生日那天 他只是觉得心脏 越来越难受 但却不知道对谁说出来 反而更希望疾病 能快点把他带走 在新的末尾 老人明白自己大陷将至 于是写道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的陪伴照顾 但除了这句 我还有一句要说的是 我后悔生了你们 如果有来生 再也不见了 但我是母亲 我恶毒不起来 我还是希望 你们四个的晚年 都能幸福 不会被你们 那八个孩子嫌弃 情近了 严禁了 就此打住吧 看完 不知你有什么感受 我身边朋友看完时 评价却是成两极分化 有的认为 这老人要求太高了 自己一个人怎么了 如果没有共同语言 陪伴多痛苦 这是非常野蛮的亲情绑架 有的却认为 这是很多晚年父母 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等你老了 躺在病床上 眼睁睁看着一把屎 一把尿带大的孩子 一个个自己去快活 而你回想自己辛苦了 大半辈子 晚年 还要忍受一个人的冷清 有孩子等于没孩子 换了是你 难道不心寒吗 记得在奇葩说里 张全凌曾说自己做 空巢老人调研的经历 解释了为什么 很多老人身上 总是会有一股老人味 原来并不是身体机能 下降的缘故 因为当时她做采访 跑去问医生 医生说不出是啥原因 直到遇见一位老奶奶 张全凌忍不住 向她采访道 您多久洗一次澡呢 老奶奶接下来的一番话 令张全凌唏嘘万分 时过境迁 说与观众听 在场不少人都哭了 老奶奶当时说的是 我尽量不洗澡 一个人 我老了 洗澡是最危险的事 万一摔了 那可怎么办 我怕给孩子留下负担 就是这么一个 小小的细节 却让人觉得 无比心酸与沉重 原来那些 被你嫌弃的老人味 竟只是他们害怕 麻烦子女 前阵子还有一个新闻 是一对高学历老夫妇 两老退休前 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 他们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生 一个是中国人大毕业生 十分有出息 但尽管培育了 如此优秀的孩子 这对老人 却战战兢兢 过了近十年的 空潮老年生活 被问及 为什么不去北京 和儿子一起生活时 老夫妇一方面考虑到 两个孩子 都在北京买了房 都有房贷的压力 另一方面 才是最扎心的 他们从不开口 请我和老婆去住 记得最开始 老夫妇都还习惯 可以拿着养老金过活 但后来他们发现 自己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一个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另一个患有严重的 高血压 平时 丈夫会为妻子量血压 妻子会监督丈夫 按时服药 就是生怕 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 另一个没力气 将对方背出家门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要不是邻居及时发现 恐怕命也保不住 当看到两个孩子 来医院时 许久没见过面的两老 孩子般的 忍不住哭了起来 就好像受了 什么天大的委屈 但在孩子们眼里 只觉得 父母怎么变得 越来越脆弱了 后来 他们还是决定 搬进了养老院 采访的最后一句话 令我的内心 至今颤抖不已 当你以为 父母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 其实 他们正渐渐 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 到了需要 依赖你的时候 你呢 你不是不懂 你只是不愿让自己 那么快醒来 最近 飞玉清 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引起一片哗然 但了解背后真相的人们 却留下了 久久一片沉默 飞玉清说 父母都去世了 人生突然没有了归属 再绚丽的舞台 也让她感到孤独 一封亲笔信 聊聊数字 不舍的不是舞台 而是永远难以再见的双亲 遗憾的不是鲜花掌声 而是永远无法拥抱的父母 5月18日 柳妍发微博 告知父亲离世的消息 前不久 她曾在某节目中说过 父亲身体不好 在医院治疗了许久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 自己19岁那年 没能力挣钱 未患癌症的母亲治病 如今的她 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 为父亲提供 最好的医疗保障 只是说到最后 她哽咽住了 缓缓道 如果亲人健在 有什么都给他们吧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 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 这番话 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坎 写这篇文章 没有谴责子女的意思 谁都没有资格去责备 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只是作为一种警醒 别忘了 你在奔跑的同时 身后站着年迈的父母 他们并不想成为你的负累 但也不想你把这份爱 当成理所应当 狠心将其抛在身后 马威威说过 父母想进养老院 那是因为他们懂事 可是我们当子女的 就能够心安理得 不懂事的 由着他们懂事吗 所以身为子女 如果可以 无论你多忙 都该抽空陪陪他们 哪怕一辈子 和父母吵吵闹闹 但等有一天 他们闭眼的时候 你能问心无愧地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这辈子 对得起我 我这辈子 也对得起你们